可是他最惨 还有二楼是外来天先生 对面是李梦然先生 李梦然伯伯 我们还送我们礼物了 我们俩成立家庭 他送我们礼物了 我谢谢他 李梦然伯伯早就去世了 还有一个一楼是陈颖 陈颖叔叔 一楼还有什么脑子 有点记不住 这边还有谁来的 有名的或没名的 反正大概就这么多 优秀的艺术家们 那么这些个 艺术家每天上班的时候 我跟你说一个什么道理 那时候早晨起来上班 大家都很客气 不是假的 从楼上早下的时候 我父亲肯定最早 因为他老愿意当领导 老当那个 因为他导演嘛 他老愿意当领导 他走得特别早 出去上班 比别人都早 早就去上班了 然后后边其他人 我妈咪也很早 因为他没办法 年轻有为 当时 其他人都是按时间 往下走 因为年纪都大 你像外乐天先生年龄 当时都很大 都几乎快跟我奶奶 一样大的年纪了 然后从那儿下来的时候 我奶奶说 你这叫爷爷老 老万头见我 我要叫 就叫拜拜 我说好 万拜拜 一直是老万交 万拜拜 见到我们 先让我们走 你们见到过 中国有这样的吗 我后来到全世界走遍了 世界都这样 你为什么不这样呢 当然要让孩子了 孩子走了 你孩子 你希望在于孩子 你给他个机会 你别以为你自己是谁 那么大个艺术家 中国 我查查历史吧 你们 所以我特别喜欢 万两天先生 可是这两个人 宅强先生 这两个人 哎呀妈 这一辈子 我真的 我无法忍受这种 没有人经历过这些东西 只有我经历了 怎么经历的呢 说说件事 现在说说 最痛苦的童年 发生的事情 是网上大革命 我别说文革 我造反的事 等你一会儿再 以后再说吧 先说说他们受的迫害 他们成 黑帮的这些人 全是黑帮 那里边没有 陈小叔叔不是黑帮 因为他出生好 贫农 出生好 没有什么历史 前史 没有什么 家庭没有什么 我们不行 我们家庭 资本家是都未化 我奶奶是资本 什么 不知道 什么反正后代 还给我奶奶挂一名 我也不知道 奶奶什么后代 什么什么什么 异线大战战长 什么后代 也不知道资产积极 什么后代 然后我这个 我父亲是资本机 什么不知道 反正都是黑帮 我也不明白 啥叫黑帮 这些人成立黑帮了 我为了 现在说说文革 我为什么 去造反了 成立造反队的时候 必须得说 因为他们成立黑帮的时候 就这几个人 全部是带着黑条的 我爸爸最年轻 对 肖定白 我爸爸最年轻 我爸爸最年轻 肖定白 比我爸大 大了 好多 几岁呢 七八岁呢 那 万蕾天先生 那就更大了 我说 大了 二十岁呢 至少 那还有呢 那个谁 那个那个 还有就是 翟强先生 从长春来 那个电影导演 他也年龄 比我爸爸大 几岁 他都我就叫拍呗 艺术界都是非常有 还有我们隔壁楼 再说一遍 我们那个楼 隔壁的 是一栋二栋 是作曲家 刘志先生 刘志 刘志 就是写一条大河 那个作曲家 刘志先生 后来七十六岁 我在北京见了他 他非常高兴 我抱着他 我差点没哭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文革的时候 跟我爸爸那一起 就是全部院里边 这几个黑帮啊 都排到一起去游斗 到街上 都给戴个黑条 戴个帽子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白帽子 哎 我就觉得奇怪了 我说我这怎么 突然父亲成为这个了呢 可是我母亲不是 我母亲因为红后代 我母亲说 自己是谁谁谁 红后代 当然这历史我不敢 不想揭穿 陈独秀什么关系 怎么地了 我不想再说声了 没意义了 啊 我们就知道就行了 然后呢 妈妈就挺肩挺 在工作当中 那没人敢动他 因为红后代 居然成立 谁都不敢动他 这我说是后话 他们刚开始抓住游斗 是外边学校来的造反办 把他们给揪斗出去 排列给斗的 在场里边 那个剧院还没有人参加 只有一两个人 跟着起哄 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成立造反队 那还是成立了 我就忘了这点 可是我们 辽宁美医院成立 第一个造反队的时候 造反队啊 记住 我就参加了 我们这队长叫郭明珍 网上可以查 辽义的一个演员 叫郭明珍 55年进辽义的 比我大18岁 我们1966年 516以后 要建立什么造反 什么这个那的成立以后 9月份的时候 我大概正好10岁的时候 他在辽义的这个外面 招收造反队队员 成立第一个造反队 我二话不说 因为我知道 我爸爸他们扫街去了 就这帮人开始捐起来 黑帮捐起来 没油斗的时候 是捐起来扫大街 变成扫大街的了 所有的人都去清理大街 原来是叫什么 环卫工人干的 你比如我们家里 有两个环卫工人 养花的工人 对吧 是他们干的 可是他们都成了环卫工人了 去扫大街去了 诶 我说怎么不搞舞台戏 变成这个了 不导演了 也不演戏了 大伙都变了环卫工人 那将来咋办呢 我脑子里想这个 我说那不行 我得拆下造反队 我不能看着我爸爸那扫大街 我怎么办 我得帮他一下 你不叫造反吗 造 咱们造完再说呗 我就参加了造反队 参加造反队以后呢 我们俩 记住啊 你们没人听说过 造反队就俩人 队长郭明珠 我队员孙海英 十岁 那么我干嘛去得跟他 造反呢 怎么造反 你想造谁反造谁反 到哪外地 出去造谁 什么各个单位 爱造谁反造谁反 参加造反队 因为各个造反队都集中起来 说你哪个造反队呢 我们有自己的小名签 那名签是我们郭队长写的 用纸 写个认真 谁我们队员 什么什么 当时没有这个印的东西呢 用那个什么玩意 那个油印的玩意 签印 那个玩意 给我们印了一下 一人一个 一张纸 在兜里拿着 我猜后边他拿钱包 他去世了 他已经不知道哪年 他已经去世了 因为他现在都该多大了 你想 66年他28岁了 你想现在该多大了 我也不知道 记住 我竟跟这些个年龄比我大的人 在一块了 思想比较超前 非是造反 家里有负担挺重 就去了 去了以后 就天天造反吧 跟你们说说 他说没有武斗之前 没有枪战武斗之前的造反 什么叫造反 我们两个人院里的电话 是我们成立造反队的天 院里党委已经停了 当时叫 还没有这个口号 说什么党委闹革命 推倒党委闹革命 还没这个口号 没出来 就是说党委你得退后 当时有个就是 以毛利奇教导怎么样 造反有理 怎么怎么的 成立造反队 按照516通知 我们就成立了 成立就我们俩人 我们俩屋里成立的时候 党委去了党委 他把党委票给撕了 门口的党委办公室 撒个撕掉 撕掉 他贴上造反队的牌了 门一次钥匙拿过来 咔咔一开 跟党委的领导人 或者办公室的人说 我们造反队在这 疗异第一个造反队 也没人敢动 因为所有人当时都 都都都都没办法 都怕都都怕出事 所以最后我们成立的造反队 就在党委办公室 党委办公室 那里边桌子 特别漂亮的一个桌子 因为那古剑 一进门一个小门堂 往左一拐 就是党委办公室 然后还有什么 谁谁的办公室都有 旁边一个大的办公室 巨大的办公室 没敢站 就是站这个 因为这我们俩嘛 多了以后哪都敢站 那么俩人呢 去了报道了 就坐着每天早上起来 来了 他电话 当时我们用的都是手摇电话 一般人都不太记忆 没有 手摇电话摇的 摇到车队 我们大院有车队 摇到车队 我们要去哪里 高师傅 我们那师傅是个老头 66岁了 高师傅啊 你几点到那接我 明天早晨 我们去造反 到哪里 高师傅马上 好好好 第二天早晨 高师傅就来了 车队队长没人敢动 只要赵文队说 马上就来 这就是当时 成立造反队的一个优势 第一 没人敢动 然后去了 你别看有个小孩 谁敢动小孩 人造反队员 那时候还没有 红卫兵 胡小兵 谁说什么红小兵 那是后来才有的 根本没有开始 谁敢说 这个小孩造反了 说你孩子 你不参加 没人敢说 所以中国的奇迹 就是这样的 奇迹就是我们 搞这种东西的 这个事情 把孩子给弄得 胡罗巴兔 就这样的 为了家庭都可以跟你 反而不管了 就这样的 因为你没说别的 谁都行啊 我就去了 怎么了 不对吗 谁敢说 没人敢说 那就去了 我们造反队 有一次 先去造农学院 先说到农学院造反 门卫不让我们进 有门卫啊 因为农学院 怎么也得有红卫兵门卫啊 你背毛一路 他也背啊 我们造反队 揭开你农学院 阶级都能盖走 好了 那个 我们造反队的车 那大车是我们 那个 嘎死车 大鼻子那种 嘎死车 旧那种 特别漂亮的 香车 我们院里的车 就一个拉演员 演出的车 那时候都没事了 老高头挺高兴 高大 特高兴 开始我们还工作 积极鼓动的 鼓励着 哎呀 我有工作 好好好 你们那个干嘛 管他干什么 我们俩到这农学院 门卫来 好几个不让进 这我们俩 一个大人 一个孩子 你打不过他 不能跟他吵啊 不能吵 我们就贴 因为我们带了 你知道头天晚上 准备多少浆糊吗 我记忆最深 一桶面 煮的浆糊 用个水桶 就三十斤那种水桶 大水桶 一桶浆糊 然后他写了一页 一张纸 一张纸一个字 一张纸一个字 写了一页的这个大字报 那么厚的一落 就大概有一两米高 完了从那家里搬出来 放到车上 大的乡车 车里边 车里边第二天 我们就拉着车 到农学院 农学院重要的是 他离市区很远 农学院 我最清楚 就是第一次去那 到那去以后 人不让进了 我没事 我是造反队的 我跟着的 我没事 我就拿了个小桶 我的任务就是 提着浆糊 跟着他后边去刷墙 给我累的 我天 那天刷墙刷的 我最后刷的 我到那一栋不浓 弄了 饿得吃面包 因为他带着那个 中午必须带着食物 我和老高头在那 我们俩人家吃 饿了不行了 喝的那个水 都是什么水 水壶的水 倒一口 不知道哪的水 吃一块面包 饿了 从早晨十点多钟 我们到那 到那一直刷到 下午两点多钟 到四点钟 全部贴完了 整个农学院 前面左边的墙 右边的墙 全是大字报 是一张纸 一个口号 加一块 什么口号 找忘了 什么打倒谁 什么的 揭开谁 揭一栋盖子 全这套碗 包括累坏 第一次去 我印象最深 就是因为那个 后来就多了 一会儿 造这个 一会儿造那个 跟包 最后说 咱们跟着一块去吧 别拉一个人去 就我们俩 人家瞧不起我们 也对我们 什么 不让我们进什么 结果就跟他们去了 正好那天 我跟你说一个 典型的事案例 那天是 沈阳是公安局 砸沈阳 是公安局 接级都能干 沈阳是公安局 因为这派 要砸烂那派 说把那个公安局 公安局还没派的那派 只有保守派 没成立的 你造派来了 非要砸人 接级都能干 公安局全停摆了 连公安局都没有人上班了 你琢磨琢磨 里边就几个看门 吓得就要跑到楼上了 完了 公安局 我们的车队 一共十几辆车 我们是最后一个 因为排了最后 我们在中央广场 当时没有毛泽东那像 沈阳没有过毛泽东那像 毛泽东挥手 五块钱车费那像 打车要五块钱 这意思后来别人说的 我说这意思啊 挥手的 当时可没有呢 没有这个招手 这个打车 这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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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家 就就都排着等着 我就看着那些人 因为人多啊 他们在前面 我们小孩没事 我就站在我车旁边看 老高头说 你别去找小孩 你别往前走啊 这家前面闹道的 万一楼上公安局出来 砸你怎么办呢 碰了你怎么办 他们都拿着枪 砸枪什么 滚棒什么的 那要像一棵树栽在在溪水旁 那要像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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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像一棵树